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乘着风向年吹拂 有夜空漂浮 抓一颗流星做礼物 愿你幸福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想到你身边 8月6日晚8点 你来听我的抖音直播歌会吧 等你们哦 大惊喜啊 周深将在抖音开线上个人演唱会 抖音夏日歌会 周深个人演唱会 8月6号晚8点 抖音夏日歌会开启预约通道 大家赶紧到抖音平台去预约 你定到作词了吗 短短几个小时 预约已达到30多万人了 这还是在没有官宣的情况下 只是通过粉丝之间互相通知 这让我不禁想到 日后演唱会门票 绝对是一票难求 周深真的很火爆呀 周深变唱小彩蛋 好了 因为我不想开始了 哎呀 他在眼前 太用力 凡事都要吃 看没吃 我还是唱首歌 给他唱 要演自己是个帅哥 他就说这样就能在这 在这 应该是最后一个 周深偏长可爱花絮大放松 周深大型健身现场 热身运动 伸展运动 上下跟起 周深新歌预告 我们的样子像继了爱情遗憾曲 第三首歌后来没有你来了 将于8月3号10点上线 电影我们的样子像继了爱情 在8月4号情人节当天上映 周深演唱了这部电影的全部歌曲 这对周深来说 不仅是一种实力上的认可 周深伴随着这部剧的上映 也会提升歌人的热度 在录演过程中 电影我们的样子像继了爱情 流同抱彩蛋 称电影里许一常常会打电话 要不就是停机 要不就是宁波打的电话 无法接通 电影里的这些声音 竟然都是周深一个人录的 我说一个彩蛋吧 在电影里头 许一常常会打电话 要不就是停机 要不就是你目的 无法接通 所有的电影里头的那个声音 都是周深一个人录的 哦 如果你们 有可能再看第二次的话 你们去听 就可以听出来 因为那一次我们在录音棚 周深录完所有的歌之后 然后周深突然说 哎 童哥 你们不是有很多打电话吗 我来录一下吧 我就说啊 可以吗 他就在录音棚录 天哪 很吓人 所以你们看第二次应该 您的电话已停机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我希望 您播放周深的大鱼 对不起 您的网络连接失败 不得不说 周深才华横矣 涉及到的领域实在是太多了 有网友不禁打讯 那岂不是说电话里的小秘密 周深也都能听到吗 周深的声线很特别 还很好听 是许多歌手都无法模仿的 这也是周深的不可替代性 不过周深很低调 在节目中也无比谦虚 给所有人都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 在2022年7月30号晚的 百花奖闭幕式 周深压轴演唱了 《红湖水浪打浪》 后台采访时 清唱啊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 着实惊艳了众人 一如既往的事 周深的歌不能听第二遍 因为一旦听第二遍 就会陷入循环 不可自拔 哪怕是随意地哼唱 正如在百花奖闭幕式上 主持人说的那样 他的歌声一响起 大家就会沉浸式地欣赏 每个第一次听周深唱歌的人 都会惊为天人 其实音乐不需要所谓的专业 或音频人来点评 只要能引起共情 传递情绪 牵动心灵 就是最好的音乐 而周深的歌声就是如此 阿们 大张伟说 假如全人类都不会唱歌 只能凭空想象出一个声音和旋律 那就是他的歌声 周深的歌声 就是我听过的最美好 最清澈 最空灵 最能引起共鸣 共琴的声音 那好像就是音乐诞生 最初的声音 仿佛有着净化灵魂的作用 这应该就是主持人所说的沉浸 而他对音乐的热爱 努力 坚持不懈和不断增强的实力 唱功 以及内心的纯净美好 成就了他的惊为天人 在看过陈世间的黑暗 经历过荆棘坎坷之后 他依然坦坦荡荡地站在阳光下 并把阳光传递给每一个人 所以隐约说 他是极光片语 高晓松说 他的声音天生适合歌唱 无常的生命 一世的梦想 散落的时光 周深的歌声 给在烟火尘埃里喘息的我们 带来光亮 给在征途中 疲惫纠葛的我们 带来重生 这样的歌声 真的惊为天人 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贵州 希望大家来我们贵州做客 我们贵州有好景 有美食 你要啥都有 其中周深作为爱恶者代号是什么 蜗牛 我不是黄鲤鸟 因为我是蜗牛 在本季第三期的匿名用户调查事件中 谁是虚拟形象建模师 周深啊 我 是我 是我 还是我 我就是虚拟形象建模师 而且我还分别记得他们是什么职业 但我不告诉你 我可以提一个私人的自己小小的要求吗 明年节目能不能听周深唱一首歌给我们 可以啊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听神神唱歌嘛 我们也很期待 他有一些 可以有一些歌啊什么的 在节目里为大家来呈现 期待一下 我也期待 感谢大家